第七章 飘在空中的圣人 我的朋友乌潘卓 魔红 乔杜里告诉我 他在一次聚会上看到一个 能凌空漂浮的瑜伽行者 我微笑着说 我知道他是谁 肯定是上环路上的巴独立 马哈赛 巴杜里马哈赛 乌潘卓点点头 我与这位瑜伽行者住得很近 我时常去他那里 我继续说 他很善于利用帕坦加利 巴探之里 在古代瑜伽八部功法中 概述的能量控制的吊息法 Prenemus 巴独立 马哈赛曾为我展示 风箱式调息能量控制法 Bestriker Preneema 当时房间里狂风大作 当他停下来时 他又纹丝不动地进入了 超意识的状态之中 太神奇了 据说他很少出门 真的吗 乌潘卓有些不信 的确 能有二十年没出门了 过去二十年来 他都住在屋子内 只是在盛典节庆时 他才走出家门 最远也紧紧走到房前的人行道上 乞丐们都在那里 等着乐善好施的他 为什么他漂浮在空中呢 一个瑜伽行者的体重 在使用某些调息后 会自然消失的 然后便能飘起来 如同青蛙那样的四处跳跃 其实有些没有练过瑜伽的圣人 当他们宁神祈求上帝之际 也能在空中漂浮 一天午后 我放学回家路过巴独立 马哈赛的修道院时 便去拜访这位圣人 他从不公开会客 在楼下守卫他的 是他的一个忠诚的弟子 正当那个弟子拦住我时 圣人出现了 既然是木昆达 就让他进来吧 圣人的眼睛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 我不出门并非为了安事 而是为了尽量不被世俗之人发现 你和他们不同 请跟我来 巴独立 马哈赛把我领到顶楼简朴的房间里 这是一个最好的静修之处 真正的大师 是不在乎繁复的俗世现象的 您是我所知道的 唯一一位几乎不出屋的瑜伽行者 这是上帝的安排 上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规则 圣人开始打坐 虽然已是七十多岁的年纪 却毫无老态 他几乎是完美的 那张脸和古书上的先知一样 他挺直地坐在那里 凝视着上帝 我们都进入了禅定的状态 一小时后 他平静地说 你已经能进入寂静了 可你是否进入过阿努哈瓦五之中呢 他告诉我 打坐是因为爱上帝 别将方法当成目标 他请我吃苹果 他严肃的本质里充满了风趣 他说 很多人喜欢加拉瑜伽 与食物合一 甚于禅定瑜伽 与神合一 飘在空中的圣人巴独立 马哈赛 这是令人发笑的瑜伽双关语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些都是从美国寄来的信 他指着桌上的一些信件 一些团体经常与我联系 都是对瑜伽有兴趣的团体 他们像哥伦布那样 发现了印度 我当然愿意帮助他们 如果能普及瑜伽的知识 人类就会改变现状的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人的本质是相同的 而瑜伽能使人类长盛不衰 他静静地看着我 我当时还不明白 他正在暗示着我 今天我终于明白 他对我的启发是无法言喻的 您应该撰写瑜伽方面的著作 我的弟子们就是我的著作 他们高过任何理论家 我与这位瑜伽行者 一直探讨到晚上 巴独立、马哈赛的弟子们聚齐的时候 他便开始了独特的演讲 巴独立解析了关于圣女密罗巴依 玛瑞拜不同的哲学观点 她是中世纪拉吉普塔尼 瑞吉普特尼的一个公主 抛弃了皇宫的生活 想与圣人为伍 因为她是女性 一位伟大的托伯僧 拒绝收她作为弟子 她的话却令这位圣人五体投地 她说 在上帝眼里 我们都是女性 印度经典中的一个观点认为 造物主是唯一阳性创造的缘起 米罗巴依写了很多令人开悟的诗篇 现在仍有其独特的价值 如 假如每天沐浴就能知晓上帝 我更愿变成一只海洋中的鲸鱼 假如吃树根和水果就能见到它 我成为一只羊也心甘情愿 假如鼠念珠就能与它相遇 我将对着所有的珠子祷告 假如跪拜石雕就能看到它现身 我将天天向大山跪拜 假如喝牛奶就能感受到它 孩子们都将熟识它 假如不与妻子同房就可与上帝同在 那么无数的男人都将失去性别 我明白要想追寻上帝 爱是唯一的途径 有些弟子将钱放到巴独立身旁的鞋子中 这是印度的习俗 一名马上要离开的弟子诚恳地说 你抛弃了一切只是为了要追寻上帝 同时又启发我们的灵性 真是伟大呀 大家都知道它很小就抛弃了巨大的家族财产 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瑜伽之路 不对 他严肃地说 那点钱财和俗世中的乐趣算什么 让别人享用你的财富并不是舍弃 凡夫俗子们每天都浑然不觉地舍弃他们的内在财富 我听了他的话觉得很有趣 他认为所有的富豪都是穷人 而将所有追寻上帝的穷人看成富豪 上帝让我们拥有富足的明天 他最后说 上帝使我们内心丰富 后来 我在放学后常去他那里朝圣学习 他耐心地指导我达到了阿努哈瓦的境界 不久他搬到了兰摩罕一路去 离我的家远了 弟子们为他盖了一间新的修道院 叫做那粘坨经社 那Gendramath 多年以后 当我启程前往西方的前夕 又去见他 他劝告我说 孩子 去美国吧 你会成功的 那里的人们一定会欢迎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天